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日本女排和越南女排之间的胜者 据相关专家介绍 本场比赛 首发出场的主攻手吴孟杰发挥神勇 他不但在进攻端大放异彩 而且在一传和防守环节的表现 也比前几场有了很大的进步 自由人许佳南在保障环节的发挥也十分惊艳 是球队能够获胜的主要功臣 队长王亦凡在球队落后的情况下 替补上场利用发球也给对手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首局 胡明媛发球失误 吴孟杰扣直线出界 中国女排开局连丢2分 在将比分追至6比6之后 泰国队连拿3分建立优势 胡明媛被快命中 吴孟杰重扣得分 王文涵快攻下球 中国女排将分差缩小到12比13 不过 泰国队连续得分 再次将分差拉开 中国女排在局末陷入17比22的被动局面 吴孟杰扣球背篮 庄宇山后排强攻得手 泰国队直线命中 24比18 泰国队获得局点 吴孟杰后三得手 泰国队短球得分 中国女排19比25输掉第一局 大比分0比1落后 第二局孙海平首发 吴孟杰反击命中 中国女排4比2取得领先 周叶童贝兰 泰国女排5比4反超 吴孟杰失误5比7 吴孟杰反击连续命中 中国女排11比7反超 很快双方比分来到22比17 中国女排领先 接着吴孟杰两次后宫得分 帮助中国女排25比20扳回一局 第三局开始后 中国女排发挥得不错 以25比14成功拿下第三局 大比分2比1取得领先 第四局开始后 双方的比分交替上升 最终在关键份上 泰国女排把握住了机会 以25比23拿下第四局 双方战成2比2平 比赛被拖入决胜局 第五局 吴孟杰发球出界 泰国女排发球 同样出现失误 查处昂造打手出界 泰国女排接连失误 中国女排3比2领先 泰国女排扣球出界之后 发球下网 中国女排很快取得6比4领先2分 王文涵探头球打中 吴孟杰篮网成功 泰国女排篮网得分 吴孟杰大协线连拿2分 将比分改写为10比5 此时泰国女排大势已去 中国女排15比10拿下决胜局 最终大比分3比2战胜泰国女排 成功晋级决赛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